那我首先在這邊表達本黨團的立場 我們主張要盡速來召開臨時會 針對高端疫苗的採購流程 那包含他的合約的內容都要對外公開說明 那另一個方面 我們也主張要求行政院陳建仁院長 必須到國會來向立法院進行高端解密的專案報告 那我們知道在總統辯論會的時候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他也公開承諾 他也認為國人有極度疑慮的高端爭議案 應該對外來去做相關的公布 但是我們必須要主張的 除了採購合約之外 另外高端一連串的爭議 包含中間的EUA的申請 採購合約的內容 甚至是相關股價異常的狀況 是不是有人藉著疫情在發國難財 其實我跟張祈錄委員 賴江林委員 我們長期在追蹤這個案子 我們在前年也到監察院來提出相關的究極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衛福部行政院跟高端公司 都是互相的在甩鍋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這個高端疫苗 在2021年5月30號就公布的這個重訊 就是他們對外的重大訊息的第六點 就明確的說當時不公開是因為依採購機關的要求 合約其他細節不予公開 也就是採購的機關是我們的衛福部 是我們的行政院 是我們的採購機關的要求他們才不對外公布 但是陳建仁院長卻對外公開說 沒有辦法公開是因為高端公司董事會不同意 這個國人能夠接受嗎 這樣子的說法國人能夠接受嗎 在當時疫情這麼緊急的時候 國人的生命受到水深火熱挑戰的狀況 國際疫苗大家都在瘋牆的狀況下 當時卻還有這樣子 不管說是擋BNT疫苗然後來護航高端 甚至是造成後續股價異常的波動 那合約不公開當初不是就是衛福部要求的嗎 那薛瑞元部長陳建仁院長 你要不要出來說清楚現在到底是在演哪一出 那還是說高端當時發布的訊息是不實的訊息 那經管會要不要處理民進黨是把人民當傻瓜嗎 印證我們說的民進黨不下台高端沒真相 這種又搞黑箱又不斷說謊的傲慢政府 真的難怪會有六成的民意來去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接著我們再看到這個是2022年10月17號審計部 提供給立法院的相關關係文書 當時就有講到高端疫苗的契約 從機關署第一次採購的簽辦文件 均未見採購價格分析資料或是依據 且部分採購的文件保密期限長達30年以上 至140年使得解密 所以這個就是封存啊什麼叫保存 當時審計部的報告就講得非常清楚了啊 你不是在搞黑箱嗎 現在選情告急了難道要來搞半套 現在我們等一下我們就主張 等一下看民進黨會不會打假球 是不是願意要求行政院來這個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 民眾黨團奉陪到底臨時會 我們一定奉陪到底一定是要求要加開 而且不只是針對採購合約 我們要把國人最關心的 不管是採購合約 中間的這個EUA的申請 這個相關的免疫橋接 甚至是我們在講的這個當時 有沒有委託所謂中置公司 邱宇斯來進行相關的臨床實驗 還有另一個部分大家最疑慮的 有沒有人從中間發國難財 相關的這個股價異常的波動 監察院也都沒有給我們一個正面的回應 甚至都說查無不法行事 這樣子國人能夠接受嗎 所以民眾黨團主張 臨時會一定要加開 針對高端所有的爭議 包含我們的這個股價異常的波動 合約的採購內容 還有相關的這個EUA的申請 整個的過程都應該向國人公開透明 謝謝 好我想我們今天的臨時會要求 第一個反黑箱要真相 反黑箱要公開 一個文書的文件要保密30年到140年的2月25號才能公開 這不是封存是什麼 他們說是保存不是封存 國會立委在調閱權裡面要求所知 拿到的資料全部也是塗黑的資訊 這是公開嗎這有真相嗎 所以我想這次總統辯論確實打到了要害 就是這整個採購疫苗幾千億的一個過程當中 400多億採購的疫苗裡面 過去大家都質疑這個採購的合約為什麼不能公開 在未還委員會的疫苗調閱小組裡面 我是最早揭露整個文件裡面三分之二都是塗黑的 大家去看如果今天我們在一個立院的臨時會 得到的訊息是一樣的 這根本就是打假球 所以我希望這次在最後第八會期的最後臨時會的時間裡面 讓國人知道真相 過去很多人在講 整個EUA是因為國際上面疫苗的開發 有很多的資訊可能不太完整 所以授權各個政府部門都會用這個緊急採購來處理 可是我們也看到審計單位的報告 也提出很多的這個質疑 包括我們在這個採購裡面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用授權的方式 免除採購法的規範 這個在衛福部都沒有說清楚 所以審計部提出了相關的糾正 第二個我們要講有沒有特別護航高端 在整體上面我們看到在110年6月份的時候 這個指揮中心的發言人叫莊仁祥 他很清楚的就提出來 還沒有解盲喔 高端還沒有解盲喔 他就覺得可以開始來進行採購的作業 在這個解盲之後的當天 又公開了這個EUA採購的標準 所以有沒有先射箭再畫吧 這個在過去質詢裡面 完全沒有資訊透露給國會 藐視國會也就表示他們有一些黑箱 完全不能對外公開 有沒有退特定公司高端做特別的護航 跟特別的實成的一個規劃 是我們今天要求採購合約 以及相關細節公布的重點 第二個我們要講 這整個疫苗大家都知道 國家要開發疫苗大家都支持 也給了相關的預算 有些是研究的預算 有些是採購的預算 這個時間根本大家等不及 更不要講如果今天高端公司的董事會 都已經同意可以公開 那我們政府還要用保存跟封存 來幫他們擦屁股 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有沒有見不得人的人在發國難財 我相信國人都在看 希望不要再打假球 希望今天反黑箱要公開 反黑箱要真相 一起來完成最後這個公開透明資訊的政府 才是國人之福 好 那個各位媒體先進 我想這個高端這件事 我們已經講了好幾年了 其實當時我們台灣民眾黨黨團 從2022年 等於是當時的11月 我們就已經在監察院檢舉了 可是當然也是實成大喊 當然也是實成大喊 其實坦白說啦 既然執政黨如果真的是要這樣子玩到底 我覺得這個是他自己 真的只能在1月13號 我相信選民一定會給他最大最大的制裁 這是很坦白說 其實高端一間公司 從一個市值大概只有二十幾億 一路炒作到一千多億 這中間起起伏伏 連包括蔡總統自己都幾乎變成是 是他的這個公司的這個代言人 那在所有的這些重訊發佈時候 都有這種高端股價的這種 超級異常的這個波動 其實這些問題早就太至為明顯了 這間公司當然有絕大絕大的問題 五百萬劑裡面也基本上有 將近兩百多萬劑 等於要不是就是送人 要不就是報廢 這裡面的重重的問題 這一間公司唯一一筆的這個聲音 就是政府的這一筆 這裡面太多太多的這個問題了 今天這個股價的這個 今天他的這個成本的這個問題 坦白講 他自己的財報都幾乎快揭露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看到說等於說 大概將近是三點五倍的左右的 就是他的成本跟他的後來的這個售價 那我們在國會在調閱的時候 剛剛賴文雲講得很清楚了 根本那都是打假的 全部都是塗黑的 能看到什麼東西 什麼也看不到 而且那些東西多數都是什麼 根本也不能算是機密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機密 那可能是所謂涉及他自己的這種 這個研發他的這個科技上的東西 那今天塗黑的地方幾乎全部都是 就是誰來決定的做的這件事 誰來決定讓這個成本這麼貴 買這麼貴的東西 這才是真正問題 所以這當然是裡面很多很多 就是國難財的這些問題 那現在其實一直用所謂這種行政上的細節 說我們現在簽結了 各位簽結並不是說他是沒事的 我們到了監察院去檢舉他 監察院不給我們回應 也不代表他就真的都沒有事 這全部都不是事實 那更不要說這個很扯很扯的這個什麼保存 那封存這些事情 因為坦白講任何機機密這些文件 他本來就要放那麼久 他本來就不可以丟掉 那但是你就把它誤解成說 好像這件事情 到時候30年才能夠打 才能夠告訴大家 這就是在曲解他 是你的這個文件本身 你應該至少擺那麼久 你是不可以扔掉的 但是在內容上 其實現在因為我們疫情已經過了 事實上世界各國現在這些地方 幾乎全部都是解密的 那些所有的重大的那些 不管BNT啊 或者是這個莫德納等等 他們其實各種的成本或什麼 這也是相當的清楚的 那為什麼台灣 你到底在護誰 你到底要在護誰 這才是我們真正今天要問的問題 就是到底誰是這背後 為什麼前一陣子說高端有那麼多 股東好像是某個政黨的 是真的嗎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坦白說 這就是疑慮所在嘛 這就是國人認為說 是不是藉著疫情 一直在保障一間特定的公司 所有的這些政府的官員 執政黨的官員 都是好像他的這個 他的代言人 這個才是真問題 今天看到 那今天好選舉這麼接近的 賴副總統 也就是民進黨的候選 自己也說這件事可以看 可以公開 那他趕快就公開 那今天我們立法院這邊 雖然是最後的時間 沒問題啊 我們台灣民眾黨全力配合 趕快把它公開起來 我們讓國人來評價一下 當時做這件事是對的嗎 是可以的嗎 還有整個現在的這個結構 我必須直說 這些問題都不是任何新問題 因為我們早在2022年 2022今天是24了 我們11月時候 我們就在監察院已經檢舉了 我們也送交了所有我們的疑慮了 所有那麼多事情都擺在那邊了 可是結果呢 完全不管是司法單位 不管是監察院等等 其實通通都是時辰大海 我們也必須直說了 如果這時候是結果的話 那1月13號那真的就要政黨輪替啊 那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樣子才能夠 才能夠真正查得出來啊 不然的話怎麼可能能公開呢 如果現在這樣玩下去 就絕對不可能發生了嘛 因為他們這個監察院也是他們開的 那法院也是他們開的話 那如果都是這樣子 那真的都是不可能有結果 所以我們這一次台灣民眾黨 當然是唯一就是支持 所以我們這次既然已經說了 我想朝野黨各黨 一些政治重要領袖 也都談了這件事 那就把它公開起來 好以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